大家好 我是苏可夢家 我是苏可夢家 各位宣家有沒有好好體驗前陣子的世界錦標賽轉播 以及暗電自備者的全新環境呢 真的很高興我們的凡中軍出了一個冠軍啊 那這裡呢還是要再次恭喜我們的少童獲得了 2023寶可夢世界錦標賽的海童組的冠軍 太強了 太強太強了 而且叔叔話說回來 我覺得最近是個對戰環境 光火龍EX真的蠻厲害的 那還用說 我的最愛當然最強啊 不過今天各位仔細聽好了 又要來介紹新卡囉 新卡 能不成最新的擴充包又要來了嗎 沒錯 最新強化擴充包機狂駭浪 即將在9月29日正式發售 各位看看這個封面 有顧拉多 卡普米民 雞拉奇 賽富豪 以及站在最中間的Center 葉遙露莎 你看他頭上是水太監的樣子耶 哇 好奇他會有什麼樣的招式跟能力喔 超級帥的 那我們就馬上來介紹今天的第一張新卡 圓露莎 HP70點的鬥屬性基礎寶可夢 若連是草屬性特地需要一個無色能量 招式咬住一個鬥能量造成20點傷害 進化過後就變成尖牙露莎 HP提升到100點 外型也變得更帥更兇狠了呢 招式力量爆破 一個鬥能量造成50點傷害 選擇一個這隻寶可夢身上附下的能量 將其丟棄 接下來各位觀眾仔細看好 尖牙露莎再進化後就變成我們今天的主角 烈牙露莎EX 是HP320點的水太監二階進化寶可夢 哇 烈牙露莎EX既然是水屬性的也太帥了吧 你先不要流口水還沒介紹完 烈牙露莎EX的弱點也變成雷屬性 更重要的是 撤退不需要能量啊 超級超級強的 來看看招式吧 第一招 水炮著陸 一個動能量造成160點傷害 從自己的氣牌群選擇最多三張基本動能量卡 以任意方式賦予備戰寶可夢身上 第二招 陰波奇奇 兩個無色能量 將兩個這隻寶可夢身上附加能量丟棄 對手的一隻寶可夢受到120點傷害 在備戰區不計算弱點抵抗力 哇 我現在腦海中心有一大堆卡可以搭配了耶 像是支援者 珠貝 因為烈牙露莎EX就是水屬性的 珠貝就可以直接選擇烈牙露莎EX 以及這次過重包有再次收入的神奇糖果 哇 這樣進化就會很輕鬆完成了耶 哇 這樣等於是你一卡就可以直接完成進化 好像還滿厲害的喔 我自己的想法的話 有的是可以搭配特性式旺盛鬥汁的露卡莉喔 能量填得越多 傷害越高 那要怎麼樣把動能量丟到這台區呢 可以搭配志願者 珠貝露的第二個效果喔 這樣子烈牙露莎EX的水泡著陸 就應該可以很高機會填到三顆動能量了吧 哇 一個動能量就可以進攻打160點傷害 而且又可以填三個動能量 讓烈牙露莎EX太強了吧 之後一定要來研究研究有什麼其他combo可以做使用 不過接下來這張新卡也是可以搭配看看喔 就是古拉多 HP130點的鬥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草屬性 撤退需要三個無色能量 第一招 衝翼直立 一個無色能量 從自己的手牌選擇一張基本動能量卡賦予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第二招 熔岩光芒 惡斗亦無 將最多四張自己的場上寶可夢身上附加能量卡丟棄 造成其張數乘以60點傷害 沒錯 可以先讓烈牙露莎EX幫助顧拉多天能 點三個動能量 再讓顧拉多使用熔岩光芒 將可以造成多少傷害啊 不過把顧拉多身上的三個能量丟掉 再丟掉烈牙露莎身上的一個 將總共四個 總共兩百四 所以假設剛剛烈牙露莎EX已經攻擊過160了 這樣加起來是400點 這沒有人扛得住吧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填完能量之後 因為烈牙露莎EX他撤退不需要能量 直接下來換顧拉多做進攻就可以了 太強了 這個我一定要組吧 這個combo 蠻有趣的喔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HP200點的無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雷屬性 抵抗力是鬥屬性 撤退需要一個無色能量 第一招 極速輸送 一個無色能量 這個招式可在仙宮拐家的最初回合使用 從自己排庫選擇最多三張基礎寶可夢卡 放置於備戰區 並且重啟排庫 第二招 暗影之風 三格無色能量 造成130點傷害 若希望 將這隻寶可夢與附加的卡 全部放回首排 欸 這張嚇死鳥EX 我覺得很讚耶 像我每次搶到仙宮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順利的把場面給鋪出來 之後呢 只要有這張嚇死鳥EX 在我仙宮的第一個回合呢 就可以使用他的招式 極速輸送 把我的寶可夢鋪好鋪滿 這樣有點像是對戰VIP參加 這樣一定在手的概念呢 有時候可能起手只有一張巢穴球 這樣選誰都不對 這時候安心選下屍鳥EX 不過這種情況好像也要有 寶可夢膠鏡和能量耶 哎呀 叔叔 我覺得你擔心太多了 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只需要一張 噴射能量就可以解這個問題啦 說得也是耶 OK 那接下來介紹一張 酷酷的寶可夢道具就是 豪花斗銅 效果是 附有這張卡的寶可夢 擁有規則的寶可夢除外 得最大HP加100 那隻寶可夢受到對手的寶可夢 招式的傷害而昏厥時 被獲得的江山卡的張數增加一張 哎唷 給非規則寶可夢使用的寶可夢道具喔 雖然可以增加100HP 可是被昏厥的話 對手會多拿一張江山卡耶 我自己是覺得某些場合可能會使用到啦 特別是用來保護會進化成寶可夢EX的 非規則寶可夢好像還不錯喔 哎唷 這樣我的小火龍可以用耶 嗯 應該可以用到喔 而且也像特別是面對到放逐系統牌組的 古月鳥 不管你是哪一隻 非規則寶可夢只要穿上你的豪華斗篷 都不可能被古月鳥的東撒噴頭給昏厥吧 確實耶 這樣可以好好保護廠商 唯一一隻可以進化的非規則寶可夢 但是最好的情況當然是能夠鋪越多越好 當然能鋪越多越好嘛 既然想要鋪好不滿的話 那要不要試試看這張全新的志願者卡 就是帕迪亞地區的四天王 親目 效果是11次硬幣 若為正面則從自己的牌庫選擇最多兩張寶可夢卡 若為反面則選擇一張基礎寶可夢卡 再給對手看過後加入手牌並且重啟牌庫 唉唷 這張志願者的效果 應該是幸福奈維奇專屬的吧 如果GP正面的話可以任意選擇兩張寶可夢卡 基礎甚至進化都可以耶 但是反面至少也可以拿出一張基礎寶可夢卡 那你要正面還是反面 那當然正面啊 對嘛 就是要正面嘛 因為正面可以選擇兩張寶可夢卡 那我可以拿一張基礎一張進化 這樣子我下回合不就進化沒有煩惱了嗎 確實耶 感覺這次的強化過程包都好有趣喔 而且有好多好強力的卡牌 例如剛剛介紹到的烈雅露沙耶斯 到底會對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好期待喔 那我們就一起期待最新強化擴充包 季口海浪的發售日囉 是9月29號禮拜五 唉唷 叔叔那天你知道什麼日子嗎 是中秋節 這麼巧喔 那我可以一邊開擴充包 一邊賞月吃月餅啊 感覺不錯喔 好 那就這麼說定了 各位軒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咱們就後面的三分通知 我是盧竹姆家鴻 我是各位主君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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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